欢迎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唐杰安 马上来带你看到今天的产业动态 经济部召开电价费率审议委员会确定动涨 iPhone新机规格揭晓 平概股各走各的路 进城辅导AI新创团队叛协助其进军国际舞台 亚洲戏股驻15位青年赴戏股受训 判打造创业英雄 来关心台股 美中贸易战气氛缓和亚股走扬 台北股市今天以小红开出 随后指数虽在平盘上下游走 而在近代贸易大战变化的关系下 国际股市观望浓厚 目前苹果新机正式发表 符合市场原先预期 并无意外惊喜 只是在售价方面依旧偏高 开卖后销售量表现将成为台股 平概族群重要的动向依据 另外月底有美国FED会议和央行礼监事会 预期台股因动能不足将以盘整为主 提供给您参考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由于市场供需吃紧 油价周三上涨 加上强烈飓 佛罗伦斯增强 将袭击美国东南沿岸 国际油价12号涨破70美元大关 纽约油价收在每桶70.37美元 伦敦布文特原油涨0.9% 自5月以来首次触及每桶80美元 根据最新全球金融中心调查显示 由约已经计价了伦敦 成为目前全球金融中心龙头 路透分析 英国脱欧带来的不确定性 是造成伦敦将金融中心龙头 宝座拱手让人的主因 台北则跌至32名 再创排名新低 英特尔中央处理器供应短缺问题加剧 除了笔电桌机等一般PC受到影响 全球伺服器二哥HPE 传出最近建议客户 设英特尔改采超微的处理器 凸显英特尔CPU缺货问题 以蔓延至伺服器领域 不利伪创音叶达等主要代工厂 苹果软板供应商台郡12号宣布 将在高雄斥资百亿元 设立5G智慧通讯营运中心 业界传出 台郡此次大手比投资 是在苹果收益下进行 希望台郡全力配合 苹果下世代5G应用发展 为台郡并未评论单一客户讯息 新唐雅特电视整理报道 来看到 苹果在台湾时间今天凌晨 举办秋季新品发表会 一口气推出三款新iPhone 全部都有搭载脸部辨识系统 其中6.5寸512GB的10S Max 不但是时尚最大价格更冲破新台币5万元 刷新iPhone高价记录 苹果三款新机iPhone Xs iPhone Xs Max 以及iPhone XR 在苹果新品发表会强势登场 其中6.5寸512GB的10S Max 冲破新台币5万元 刷新iPhone高价记录 那么第四代Apple Watch也同时亮相 不只一幕尺寸大了30% 速度快了两倍 还有三大救命功能 从SOS紧急服务 跌倒侦测到心跳感应器 而苹果也首次在推特上进行发表会的串流直播 不过苹果股价并没有延续昨天的涨势 盘中一度跌破220美元 发表会结束后大跌了1.8% 最终收跌1.24% 创下2015年来iPhone新品发表日的最大跌幅 不过即使如此 不少果粉依旧很心动 台湾将在14号下午开放预购 这次苹果一口气发表三款全新的iPhone 不过市场销售状况如何 还得看消费者买不买单 新唐人亚太电视赵婷玉真理报道 看您看到今天的国际重要财经报纸信息 红博社 美菜仗美努卿服务中国尽快重启贸易协商 金融时报 英国新机发表 丁机手机价格创新高 华尔街日报 美菜医院商务委员会调查用户隐私人规范 科技龙头月底将付听证会说明 日本机器新闻 日本汽油价格创三年九个月新高 平均零售价153.1日元 但您看到以连接器以及线速模组起家的台湾电子厂商 早在十年前就以无线照明作为研发目标 透过光来实现健康的光环境 包括办公室居家照明等空间运用 都能看到研发成果 更率领研发团队为台湾开创新的光环境 你要出门的时候 你可以按一个开关 把所有的室内的灯框都是把它切关 透过无线装置 操控家里的每一盏灯 有八个情境 五个回路可以选择 像是层板灯的亮度 或是单一盏灯的照明 都能随着使用者的心境调整 推广智慧建筑的台中市建筑经营协会理事长 建设公司总经理刘明宗 提倡光计划 导入智慧无线灯具装饰 增添生活美感 还能为大楼节省能源 光的东西 其实它运用的范围会越来越广 包括它会运用到所谓的管理上面去 这栋楼里面有可能 你能运用那个庚去做管理 我在想 不会只有三百分之七十 比如我现在用这栋楼都是一部特的 你如果没有透过这个系统来用 大概你必须要有三部特 所以 其实在这个步骤你就知道 插入插几个月不去 这位照明系统也可以用在停车场 透过联动的方式 灯就会被唤醒 那么当人或是车定位的时候 灯的亮度就会自动降到 剩下百分之三十 借由自动感测调光系统 必用自动感知控制 使用人体红外线感测装置 进行照明的点灭控制 在车辆行进时 保持百分之八十的亮度 能够精准控制 是台湾连接器及线素模组起家的业者 董事长赖炳元 将多年在电子产业经验 跨领域投入智慧照明系统 并以无线照明 作为品牌的研究开发 更累计超过二十项专利认证 从电源开始 包括灯具 我们都是自行来制作 所以我们在研发过程里面 我们需要把电源的这些 联动的产生的一些讯号的稳定度 我们都会有严格的来做审核 避免说 因为整个智慧化产生的一个 系统上的档机 或是系统上的不稳定 这个就是我们智慧照明系统 比较属于关键性的一个重点 还要经过八十伏特到两百六十伏特的电压测试 达到稳定状态才算通过 就连自家办公室也使用这套系统 赖炳元说 藉由智慧节能 也就是昼光调节 来根据太阳光线或附近灯具光线的强弱 自动调降靠窗灯具亮度 达到节能 最重要的是给员工舒适的办公照明 进而实现健康节能光环境的目标 我们每个钟头 它会配合外界的色温环境 去调整内部的色温环境 所以我们这个是符合自然天光的一个系统 完全是符合人性的生理时钟 所以在这种环境的工作的前提之下 员工他可以很舒适的 把一天的工作很有效率的去完成 照明不再只是单一颜色 更结合亮度节能处理 无线通讯 持续控制和数据分析等整套系统 赖炳元更注重人的使用 结合人音照明 像是商业空间 居家客餐厅 饭店房间 连理剧院及大楼企业会议室等空间 运用广泛 也因此成为侨委会 工业局等单位 指定观摩的企业之一 真的可以做太多了 所以我觉得他们今天给我们看的 只是一部分 再过十年 五年 两年 都不知道他们能做多少 很开心有这个机会 这十年来我们一直在投入智慧造明系统 整合了电源 整合灯具的这样的一个 应该是一个创造者 尤其在人才方面 因是会无线照明别于传统照明 需要软体 硬体和韧体团队 还要与建筑设计做配合 满足克制需求 透过无线程式群组规划 省区拉讯号线等安装 三天就能做好 叫传统安装缩短十倍 但都是庞大人力财力物力换来的成果 还有考验中小企业的外在因素 尽管如此 赖炳元曾未放弃照明 这条路 只要是对人有帮助的 在我个人的使命里面 在公司的货力允许范围内 我已经是无怨无悔一直投入 培养更多的这样的一个 智慧工程人才团队 包括从研发设计制造到整个 安装设计到整个的一个现场规划 这个都是一个需要时间来培养的 我想目前在人力资源上 这一块是整个市场比较欠缺的一块 在人才紧凑的情况下 赖炳元也担负起培育人才的角色 率领团队 黑发新的光环境 也协助把传统灯具 改造成智慧灯具 一步一步的将新的照明方式 带给更多人 但您看到明天9月14号星期五 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美国公布密歇根大学 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 中国公布8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赵丰金首场实体法人说明会 以及iPhone预购开跑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唐杰安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明天见 我是唐杰安 During the time 我们关注打